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野豬仔當當 你們準備好聽故事嗎? 我準備好了 你們呢? 如果大家準備好就和我們一起進入 揮本的世界 今天和大家看的這本揮本叫做 《珠瑞福的游泳科》 作者是賴曉賢和賴馬 策畫是由賴馬畫的 查版是親子天下 讓我們看看這本揮本 《珠瑞福的游泳科》 這裡是海豚泳裝 很多不同尺寸 給不同體型的泳衣 你又喜歡哪一件? 你看看 《珠瑞福的游泳科》 是一隻小長頸 哪個是珠瑞福? 《珠瑞福的游泳科》 最近 最近 他住的城市 開始流行在游泳 很多人在游泳 你看到有什麼動物在游泳? 讓我們看看 有熊 有豹 有熊貓 狗仔 猫 兔子 還有什麼? 無論是小溪 大河 小池 大湖 裡面 全部都擠滿了游泳的動物 嘩 很多動物在游泳 游泳真的很厲害 有益健康 但是 珠瑞福不懂游泳 所以媽媽就帶她去報名 兒童游泳科 嘩 看看有多少人排隊 參加這個兒童游泳科 你好 你有多高 她叫豬水福 嘩 小朋友 你有沒有試過去泳池?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她有些游泳水之 原來她說 肚子就不要下水了 下水之前要淋浴 還不可以跳水 想尿尿去廁所 拜託不要在泳池裡 禁止奔跑 小朋友 和小朋友 不可以自己一個去 游泳班 有五個教練 她們是 長鼻猴先生 紅貓小姐 尼貓小姐 青蛙先生 和山豬先生 因為山豬教練曬得很黑 所以大家都可以叫她做 朱古力教練 大家都覺得這個名字很適合她 大家好 我是朱古力教練 歡迎大家一起學游泳 首先是長鼻猴教練示範 自由式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自由式了 嘩嘩 記住要轉頭換氣 繼續向前挖 接下來是由紅貓教練示範 仰臥色 即是背泳 眼睛要向上看 手向後撥呀撥 腳在踢呀踢 尼貓教練 試小姐 尼貓教練示範 叼色 嘩 看,尼貓教練 嘩 你看尼貓教練 叼色原來就是兩隻手 一起向下撥 然後頭身上來換氣 最後 由青蛙教練示範 蛙色 看看蛙色是怎樣的 原来是手和脚一起伸到最长 然后又用手挖一下 头上去换气 脚又再撑一下 记住要夹水 你们只要学会其中一样就已经很聪明了 朱古力教练这样说 游泳班这次还特别邀请了专家来表演特别的游泳知识 好像有立场狗表演的是狗狗们最喜欢的狗爬式 重点就是手脚要快速地继续 绿头鸭表演的是上身不动踢脚式 记住头不能动 然后脚踢踢踢踢踢 河马表演的是闭气万步式 重点是不能浮起来 而长敏乐表演的是用力摆尾式 重点是尾巴要用力的 色彩表演的是无影脚快跑式 砂揽hip 远万步 一定要很快 throw swung 会被好像飞起来 水泪表演的是哪里吃哪里饿什漫 食物 pretty只是放在肚子上 食物园再睡一会嘟 游泳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 双脚打开,双手插腰 一起来做热身操 跟着教练一起做 预备,开始 1,2,3,4,扭下你的腰 2,2,3,4,转下头和手 3,2,3,4,膝头挽入弯 4,2,3,4,肩头压一压 对不起 5,2,3,4,弯下你的腰 6,2,3,4,身体向后咬 再来一次 我的小朋友,你见不见到猪睡风好像太紧张了 做完热身操 教练就要教大家游泳的动作 最重要的竅门 双手合实,向前伸直 手掌向外,往里面画圆圈 1,2,1,2,身体要拉直,保持平衡 左手向前,右手向前,右手向前,1,2,1,2 大拇指记住,入水先 左手向后画,右手向后画,1,2,1,2 重心是放在肩膊和胸部 跟着到蝶色了 双脚一起上下摆动 1,2,1,2 大腿用力要带动小腿 哦,我的腰啊 双手上下摆动,双脚一起踢水 1,2,1,2,非常好 好,现在学养色了 双脚上下踢水,1,2,1,2 哎呀,猪睡福,你的脚打了棘了 脚背要伸直 学完动作的要门 小学员都跟着体型来分组 要注意水的深度 西牛,老虎仔,小象,狮子仔,小猪 黑猩猩,黑猩猩,黑猩猩,红猫,小牛 小男孩,小女孩 大的动物在大池里面练习 看不见到哪里都是大池 这边水深有60公分 这边的水深是100的 那边的水深是150的 老鼠,虫,虫,小兔子,青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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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举手 接着到这一边 小狐狸 小花狗 小黄狗 小羊 小腕虹 食蚁兽 很多小动物 矮的动物都在一个很浅的水池里练习 狸猫教练还说 不舒服记得跟教练说 接着到这个水池 小牢 小斑马 小骆驼 小鹿马 白虹 中虹 小微鹿 袋鼠 小马 还有小长颈鹿 猪睡福都在这里 高的动物在深的池里练习 熊猫教练发现为什么少了一个 咦 猪睡福在哪里 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猪睡福 走了去哪里 它不在深水池里 是的 猪睡福竟然走了 小动物的小水池 你知不知道 牆鼻猫教练 教小朋友 水无飘 他说 无论游水还是玩水 安全最重要 猪猫教练 教小朋友 如何吸气和吐气 学好换气才可以游得久 游得远的 吸气 呼呼呼呼吸吸呼呼呼 我屁股都懂得喷气呀 朱古力教练说 只要多练习一定可以学会游泳的 所有的小学员都很认真地学习 连珠水福都是的 课程结束的时候 小童游泳班全部的小朋友 都学会游泳了 除了朱水福 课程结束之后 只剩下他继续留在泳池练习 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 但是 无论多努力 朱水福都是学不懂 19 belum 咳咳咳咳 哈啰咳咳咳 练 сказал 最后 朱水福醉了在泳池 那时有一栩栩排水 忽然靠近 增興地上升 在很远处的水面上 朱瑟福一直看着他 我知道了 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朱瑟福走入水池里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就和自己说 轻轻的不用紧张 不用用力 同时他发现了 就算在最深的地方 他的头都还在水面上面 小朋友你见不见到 原来他走到最深的那里 他的头还在水上面 今次他重新戴好泳具 调整心情继续练习 放轻松 不用太大力 多点练习 不用紧张 越来越好了 朱瑟福很开心 练习完毕之后 他很兴奋地想告诉大家 今天发生的事 经过树林的时候 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朱瑟福 原来是他的同学在树上 朱瑟福就问了 你们不游泳吗 他的同学就答他 是呀 现在流行的是 爬树摘果子 朱瑟福快点来玩 好好玩的 你看一下朱瑟福 竟然是这样 我刚才学会游泳 那么快就不流行 现在流行爬树 哈哈 结果 当朱瑟福 学会游泳的时候 所有人都走上去爬树摘果子了 你看一下 他这么高 还可以帮很多小动物爬上一棵树 不用用梯 小朋友 我们看完这本繪本了 其实人生就是要不停学习的 学完游泳就去爬树 学完爬树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小朋友 我们一起看繪本 一起学新东西 如果你喜欢的繪本 记住like和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